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仰跳投打成2加1 汉米尔顿篮下遮天雪茂 羞辱陶汉林 北京发动板击 主演戏不输众望三分标准 山东也是被迫请求暂停 再旅回来 丁燕宇航继续发挥国内第一攻坚守的作用 面对四人的防守 强打命中 山东也是渐渐将比分追上 侧阶上来 佳晓川左侧三分果断出手命中 但是丁燕宇航马上用得分回应好友 右翼三分线把墙头掂进三分之后 丁燕宇航又在顶服持球跳步突破两人 面对北京双外援的夹击 超级拉杆上来命中 干场结束之前 北京也是打出精妙配合 封硕左侧三分首起刀落 北京53比54落后一分 一边在站 丁燕宇航面对宅小川的防守超远三分果断出手 球也是另升入马 穆泰宇纳斯左手持球中部杀入篮下上篮单手批扣 山东也是将比分差距拓达到了两倍数 翟小川左翼接到盘球 三分出手命中帮助北京紧咬比分 三级后半段成为了劳森同志的个人表演时间 九剑签在CBA如鱼得水 仿佛焕发了第二春 一个人持球突破四人防守 将球打进 山东顶先十二分结束第三节 莫洁决战 刘晓宇面对陶汉林 利用节奏变化突破低手上篮 打进之后吹下了反击号角 朱燕心外线三分果力支持之下 北京也是迅速缩下五分 刘晓宇第四节仿佛是欧文附体连续突破打成 印证了那球在我瞅天下我有的老话 碰住北京在最后时刻打成了116平 最后时刻 杰克逊自信持球突破 可能他忘了山东的四字万元 不但进攻好 还善于防守 面对自信满满的杰克逊 盯神一言不合便是大貌拒绝 双方已是进入到加石 加石赛劳森率先掌控了比赛 后掌断球精确制导找到篮下快下的黄汉林 小鲨鱼大不留心扣篮丢手 然后便是丁燕宇航面对翟小川的防守 后撤步跳投命中 北京这边则是神准的三分球支撑着球队 封住右侧底角命中 今天球队的第十九 咱们球双方再次打平 最后一分钟 丁燕宇航决定挽狂澜于祭岛 扶大厦于江青 连得四分是彻底沙子比赛 北京的最后一攻未果 丁燕宇航发挥出色 看下38分帮助山东队主场 以128比126险胜北京 也实现了本萨基对北京的主客场双场 腾震体育综合报道